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就要先上网咯 先上网 OK 我这边已经有很多网络的资料 我先关掉其中几个好了 因为我记得 Nel4J它下载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这边我还是要做一下 因为我这台没有 所以直接说Nel4J 然后Download Download Nel4J Community Community它是免费版 然后接下来目前 Nel4J Nel4J 3.3.0 那Make版到多少 应该也差不多了 那我还是比较建议 因为我们现在未进去资料 未进去资料 虽然不够多 但是我之前实作 都是拿Make来实作 效果非常的好 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可能的话 我就会在学期末 这个学期末 就是帮你们去申请那个桌机版 这边有看到 这边有看到Download Download Now 我就直接点它 它下载是一个Windows 64bit 它会侦测我现在的系统 好 接下来它就去教说如何去下载 记住哦 那个UserName是Nel4J 所以Password也是Nel4J 然后它就要求去注册 然后第一个先安装 然后打开 所以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那来看一下 这边我就不去下载完了 还有12 11分钟不等了 那接下来呢 当我今天下载 我们当下一件事情 就是想要去做一个安装 我刚刚的资料我是放在这里 那是记货 这个 好 下载之后我想应该是会放在这个位置 一个123MB的档案大小 这是Windows 64位元的档案大小 那当然我们下载完就想要去安装嘛 其实它不用装 只要快速点两下 然后它就准备要去做一个install 那其实它的install 它会自动的会在我们的文件 文件底下会建立好相对应的存放 资料库内容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呢 这边我们就直接用预设的一个位置 资料夹 所以就直接点下一步来去进行安装 然后下一步 我接受 我接受 这一个同意书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就开始让它跑完 所以它的一个安装啊 应该是蛮容易的 就是从下载到安装 然后最后我们就点finish 假设我们先不run 第一次我们先不run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finish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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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